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奇小的并行铃铛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83期 现在给大家分享SS的Game Edition Megatron 这是一款Volge Class的玩具 其实做Game Edition的话 大家一定会拿出来跟之前的Worper Cybertron做个对比 我未看仙材 一定很多人会说旧版比较好 新的没有更好 只有更贵而已 这些我就先听你们讲完了 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打在弹幕上 或者发在留言区里头 那么这款Volge Class的玩具 这两天刚拿到 那就不免俗的 我们又再次的把旧版的玩具拿出来 但是我要提一下 这是Deluxe 这是Volge Class 而且当年的玩具 是没有附在这个流星锤的 这个流星锤是另外购买的第三方配件包 那两者玩具的大小尺寸 还是新版会稍微大一些 但是以扎实度零件数的话 还是旧版会比较胜出 那差别最大的是它的背后 旧版的话 有一个狂派的脸在后面 这是当时一个非常让大家津津乐道的 那这一款的话就舍弃了 但是以可动度 还有变形的区位度来说 其实新版的话 可以说有长足的进步 只是说在成本的管控上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缩水了 原本的大炮 是这么样长的一把 而且是有附带发射子弹的一个机关 这个子弹还蛮容易去误射的 而新版的话则就真的是非常洋出的 就是一门大炮了 甚至说连武器的话 虽然它有附带武器了 但其实这个武器的诚意度非常不够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握柄只能握在这里 其他地方都不能够握持 所以感觉拿起来是非常的奇怪 造型也只能说是插成人意吧 就是让你有个武器就可以了 那同样是V级的玩具的话 拿出先前推出的这个Atomus Prime 相比较之下 ROP的武器就诚意度比较多了 还有一个最变形的一个效果 我们来稍微简单展示一下 还可以变成是一个双刃斧 握持的一个位置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调整 这一次的Megatrol可以说比较可怜的就没有了 而先前的一个家伙的手臂可以替换的 那么这一次的话则是取消了机构 我不晓得是不是在游戏里头 Megatrol手部不能换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就没有很清楚 毕竟没有玩那个游戏 这两个人物放在一起比例不太对 我觉得Megatrol是显得太瘦弱了 头的大小也显得好像是稍微偏小一些些 我当然还是一句话 游戏里头的比例应该也不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都不是了 原本拆下来的手在这里 这一次替换了 没有的替换了 那么我们把武器拿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细节 倒角都有打磨了 所以并没有尖刺会刺人的一个情况都是没有的 它的一个细节给各位看一下 面部的话这个脸有点老 感觉皱纹是不是多了点 显然这个布下办事最近不是很给力 胸口也是很好看 这里有个紫色的涂装 好像有一点会发光的感觉 虽然不是透明一件 但是这个紫色确实是涂了还可以 然后腰身可以转动 手臂的平举 360度的转动 二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弯 超过于90度变形的时候是有需要的 拳头可惜无法转 腰身转动 脚前后踢 但是这个有一个非常让那个脑火的就是它的膝盖只能弯这么多 我应该没有弄错吧 它就是这个这样一来就抵住了 膝盖顶多只能弯到这么多 我觉得是有点离谱 这个我不晓得 为什么这方面他们不去克服一下呢 那空洞倒还好 这个手部的话这里有个盖板 把这个空洞给盖起来了 造型还算是相当过的 去摆pose的话呢 则是受限到有一些造型 比方说这个地方没有过度 而且它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虚位 这样推过来就这样子了 就中间的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OK 虚位 那配合腰身转动的话 手臂啊 开炮啊什么的 这个脚 打开大合啊什么的 这个身形的比例是还不错了 但是小缺点什么的都是无可避免就是了 这个开炮的动作也是它非常经典经典的一个画面了 那我们来进入它的变形环节吧 首先的话呢 把这个胳膊 拳头呢 给收进小臂里头啊 这个盖板的话呢 感觉很久没有看见啊 收进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前面的这个胸口啊 这个地方给挑出来 往下放下来 那后面这个背包的话 你往上转向去 这里翻转180度 再来手臂的话呢 看到没有 这里一个缺口啊 这个缺口的话呢 就是把胳膊往前放 但是这样子心的话 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给折成 这个角度 好的这个 非常大的一个虚位折过来 你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两个洞 就是要扣着两个凸 那我的画吧 我会先扣其中一个 再去扣另外一个 因为它是有一个斜斜的一个角度 不是很好一次扣到位 所以我们就分两次扣 这样就扣上去了 那另外一只胳膊就是往后面放啊 往后面放 这里过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缺口 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以及下方这里 还有一个灰色的凸 跟深灰色的凹的一个结合 扣上去 然后手臂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这里有两个洞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扣这两个 我是觉得应该可以 算扣得上 因为有放进去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进行它的角 角的变形是这样子啊 把它转成一个内巴 然后就把这个 你看得到的部分都给打开啊 首先这个地方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斜尖放进去之后 利用这里的这些多重关节 我们把角 好 我们把脚 这样子 我们把脚给 藏到内侧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用力折过来 这里有一个 骨跟骨的结合 到这里 扣上去 然后整个脚往上面 推上去 先到这边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腿部这个地方 这里翻开 整个翻开 然后呢 翻开一点点 把斜尖打开 往上推一点点 推上来 把它给藏到 藏到内侧去就可以 主要是这个地方 把它往上面折下去 好 到这里就行了 到这边 推过来这里 扣上 再来就把脚 给往前面包过去 那之后就是 这几个地方的结合了 首先这里灰色的 跟这里有一个结合 以及上方的这个 有个凸在这里 它要跟这里做结合 那这是最主要的 两个结合位点了 中间的话 它有一些 可能还有一些小卡扣 但是基本上 只要这里扣上 底头有什么东西 都要自己扣上 这里扣上去 这里用力抓过来 这里把它给扣进去 好 两侧 严丝和缝子 稍微的再把它给捏一下 捏一下 那底部的话 就是刚好会这个样子 它这个部分呢 跟这个手臂 会刚好会挨在一起 还会形成一个特殊角度 这个计算还是蛮有趣的 那这里的话 就记得把它给推上来 两侧是这样子推起来的 那它的底盘 应该是这样没错啊 如果因为说明书 没有给我们看到底盘 当时没有了 所以 那它的这个大炮 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 好 那附带的这个武器 我知道很蠢 但是它的唯一的方法 也就这里了 就把它给放上去 就形成了它的一个 外星载具的一个形态了 这款米卡登的载具呢 是一个赛博坦的特殊装甲车 或者是大炮 或自走炮 Anyway 这个武器呢 摆在这里怎么看都是 挺不好看的 我们先把它给拿掉好了 拿掉之后的话呢 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造型 好 那对比一下旧版 那这个毫无疑问啊 我相信旧版在这方面 一定是各方面的碾压啊 大家这个各位知道 写的是什么 上方的造型来说呢 也是啊 对了 提一下 这个我自己有涂装过 这个不是日版 这是美版 我自己涂过的啊 刚刚应该要先给各位提一下 那旧版的 你看它的一个底盘 是这样子的一个浮空状态 在旧版的玩具的话 它是还可以把这个部分翻出来 好 这里 它是会有一个所谓的三变啊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坦克的一个形态 好 当然这个没有 看到这里 还有一个轮子 所以它这个旧版的话 它是有一个就是路上的战车 但是呢 新版的话 它就是只有一种形态了 就是把它翻进来 好 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浮空 应该是一个这个磁浮状态下的一个 一个外星坦克车了 那上方的炮塔 两个版本都是一样 是不能够动的 旧版的话呢 子弹可以发射 这款则是没有 那也不能说 当然因为你跟旧版相比是有点见着 但是如果只看这一版的话 其实造型也不算太差 科幻感还是挺强的 那灰色啊 当然有一些还是感觉塑料感比较强 不过这个银漆 这个部分的漆面看上去还可以 算是用在一个最显眼的位置上了 然后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了 变形也是比较简单 甚至我觉得 它的变形的话吧 要比旧版的要稍微有趣一点点 旧版的两个胳膊的话呢 是机器人的两个肩膀往上面推 而这一款的话 只是机器人的手臂是一前一后这样子摆 所以它的一个惊喜度还是比较高一些些 那如果说你已经有旧版的话呢 其实这一款 如果你只是想要有一个 这个Wolf Cybertruck电玩的Megatruck的话 其实那个旧版应该就够了 那这一款的话就是也不赖 也不赖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旧版 你可以考虑把它pass掉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 以我个人的情怀来讲 我是觉得买的是应该要买的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